在高雄上市呢 上個月才有一名未成年的屁孩 他是躲到了超商的冰櫃裡面 那當時呢 這起事件呢 是引發了大眾的撻伐 沒想到又有一名男子他是有樣學樣 他是爬到了美食賣場 好士多的冷藏冰櫃裡面 甚至他還拿著手機呢 自己標價一萬元 而好士多得知到這件事情之後呢 就呼籲消費者不理性的行為 千萬不要模仿 男子躲進賣場冷藏櫃 還跟朋友打招呼 假裝按計算機 失憶自己售價一萬元 高雄市上個月才有少年 爬進超商冰櫃遭店家報警處理 沒想到昨日中午又有一名男子 爬進好士多的冷藏櫃 不斷在手機計算機上按一萬 疑似在說自己要價一萬元 甚至還在冷藏櫃中磨胯下 而錄影的女子則是從頭笑到尾 對此衛生局已派員前往稽查 好士多表示該商品於營業期間 並未發現有異狀 同時呼籲民眾不理性的行為 且無謀放 今天看到的是Youtuber蔡阿嘎 她日前才宣布要開除她的資深員工蘿拉 並且她也爆出對方是利用AB合約來炸財 不過事後我覺得她非常樂觀 她就在社群上面常常用AB這件事情 來嘲諷對方甚至是自嘲 最近她就拍片的時候她意外自爆了 蘿拉其實騙走了自己三千萬元 而且她在講完之後才發現自己是說溜了嘴 那麼影片曝光之後 蔡阿嘎也被網友是笑愧說 原來前員工是直接騙走了 1.5個奧運金牌的獎金 蔡阿嘎日前遭資深員工蘿拉 騙走了8位數金額 今日她參加脫口秀狗屎邪寫時意外自爆 那個前員工啊 從我身上騙走了三千萬 這讓她當場驚慌爆出口 咖啡講出來了 此花一出 網友紛紛笑愧 原來總共是被騙走了三千萬 果然是冤大頭佛 前員工直接騙走了1.5個奧運金牌獎金 蔡阿嘎日前在影片中公開 為蘿拉整理辦公室的過程 李卑在桌上發現過去寫給蘿拉的卡片 當下連看都不願意看 露出酸澀苦笑 只說了一句沒關係 就丟進垃圾桶 粉絲健壯心疼的說 隔著一幕都能感覺到立背的心寒 比起失去錢 更難過的是失去感情吧 這期事件不僅讓蔡阿嘎損失金錢 也讓他深感心寒 南韓的人氣演員 韓志明他在出道以來 他有演過非常多部火熱的劇 像是《閣樓上的王子》 還有《春夜》 《我們的藍吊時光》等等 非常熱門的戲劇 那他雖然合作過非常多的帥哥演員 但是他出道21年 幾乎都是林緋文的狀態 沒有想到8日傳來了好消息 他被爆出與小10歲的 Jana Bee主唱崔正勳在熱戀當中 而在稍早 雙方的經濟公司也證實了戀愛消息了 韓志明與崔正勳是一位是演員 一位是歌手 平時是沒有交集的 直到韓志明在2023年8月出演 KBS音樂節目 The Seasons 崔正勳的夜晚公園 才結下緣分 該節目由南方擔任主持 兩人相談甚歡 默默埋下了曖昧種子 韓梅在8日驚爆兩人戀愛消息 崔正勳迅速透過公司大方認愛 兩個人確實是在交往沒錯 而韓志明所屬的經濟公司也回憶 韓志明與崔正勳在最近發展成恋人關係 請多多給予應援 任了這一段剛萌芽的戀情 而Jana Bee於2014年出道 主唱崔正勳的嗓音 溫暖又富有故事感 受到很多歌迷的喜愛 他們在2019年因為歌曲 置猶豫不決的戀人們 打開超高知名度 在南韓算是國民樂團 年末都會受邀到頒獎典禮表演 名氣不輸給偶像團體 而崔正勳與韓志明 突然發展成恋人關係 也讓不少的粉絲都感到相當訝異 但同時獻上祝福 稱讚兩個人非常般配 接著帶大家來關注中華職棒的消息 中職球員魏全龍的郭天信 以及張鎮宇 還有富邦漢將的曾俊悅 他們三個人因為參與這個 德州撲克的活動遭球隊懲處 而在昨天聯盟也做出懲處 針對三名球員涉足爭議場所 遭到富邦魏全球團 依據球團內部規定重懲 在聯盟昨天也依照規章 球團對職員違規懲罰規定的第五條 懲處三名球員競賽七場罰款七萬 聯盟說明 德州撲克的場所在台灣 仍然是合法非法參辦 甚至有多起黑道介入違法經營的案例 而成立協會也並非認定合法的 絕對標準只是營運的規模 因此為了避免觸法的風險 處於灰色地帶的爭議場所 仍然需要避免前往 聯盟也強調中華職棒 曾經歷經過平臨絕境的黑暗時期 所以對於相關的認定 將會採最高的標準 各球團內規對於出入爭議場所的定義 聯盟表示尊重各球團的內部規定 並且支持球團依據內規來予以懲處 而職棒公會則回應說 對於近期會員涉及賭博行為 以及涉足相關場合引起風波 將會提供會員必要的協助 以保護會員應有的權益 但本會還要再次強調 對於相關行為的不予認同 公會深知 賭博活動後續可能引發的金錢糾紛 也可能導致選手遭受勒索 或者是被迫參與假球 從而帶給整個產業無法挽回的傷害 有多名球員被爆出涉足德州撲克場所 對此台灣福爾摩沙撲克競技協會 也透過律師發表聲明 他們強調德州撲克是合法的運動競技賽事 而並非是賭博活動 他們也希望中華職棒以及球團 不要將德州撲克來污名化 聲明中提到 本協會致力於推廣德州撲克競技活動 已經長達數十年 不僅獲有內政部許可的 全國人民團體立案證書 也與國際競技撲克聯盟IFMP 簽約成為其會員國 然而近期有職棒球員 應參與本協會舉辦的 政府合法立案之競技運動賽事 竟遭受球團不利處分 並遭部分媒體指摘為前網爭議場所 不僅以使德州撲克競技運動 無名化相關處分更影響選手的工作權益 本協會在此呼籲球團以及球迷 能夠理性看待德州撲克競技運動 在台灣的合法發展 這是本協會經過多年努力 爭取而來的新型態 合法智力競技運動 也如同棒球運動一般 呼籲球團以及職棒聯盟 全球員工能夠到協會 徹底了解德州撲克的合法性 以便各球團日後提供 球員清除的規範 保護職棒的良好環境 也同時保障球員的合法權益 讓優秀的球員 能夠繼續在職棒賽場上發光發熱 也給球迷們一個最好的觀賽體驗 那接下來帶大家看到下一則新聞 下一則新聞讓人有一點痛心 就是日前有民眾在雲林一間超商 目睹有一名父親 他就坐在這個椅子上 那他的把雙腳跨到另外一個椅子上 不過我們大家仔細看那個畫面上 他們竟然雙腳中間是夾著一名男嬰 而這名孩子他是頸部被夾著 那他下半身幾乎都是懸空的狀態 那麼誇張的影片曝光之後呢 也讓社會處火碩事前往男嬰的家中訪市 發現這名男嬰他身上 其實是有成就性的擦措傷 於是決定將小孩子另外安置 初步了解這名父親 他是67歲目前無業 而孩子的母親只有24歲是一名家管 夫妻倆相差43歲 家境為中低收入戶 父親除了1歲多的男嬰之外 還有一名與前妻所生的18歲兒子 當地村長就透露 夫妻以及1歲多的孩子 同住在孩子母親的老家 經常會聽到女生疑似被打的聲音 而女方親戚都住在附近 但是都沒有怎麼來往 此外村長也非常心疼男嬰 覺得小孩子看起來都沒有什麼在長大 雲林縣政府社會處接獲通報之後 立即出勤訪市 評估後發現男嬰身上有成就性的擦措傷 雖然無法證明是否是主要照顧者造成 但是考量影片上有明確不當對待小孩的行為 需要另行安置男嬰 最後帶您看到另外一則社會消息 這是發生在台中 大家還記得這一位嗎 刁淹惡男李姓男子 他在今年3月的時候 開車撞死了一名工程師 不過事後他的態度是非常的惡劣 被檢方一過失致死罪 判他是30萬元交保 沒有想到這個案子還沒結束 李姓男子他在4月的時候 因為跟他的女朋友大吵一架 他嗆聲說要女友淋他汽油點火 就是說你不爽你就燒我 沒有想到他的女友真的氣不過真的造作了 造成這名李姓男子 他全身是68%的二度燒燙傷 在搶救5天之後仍宣告死亡 而全案檢方在7日終結 將這名謝姓女子依照殺人罪嫌起訴 回顧案情 李姓男子他在今年的4月9日上午 因為被女友逮到帶小三趴趴走 兩個人爆發激烈的爭吵 李楠嗆聲要謝女淋他汽油 謝姓女子氣不過照做 但是李楠又一副無所謂的走來走去 還多次出言挑釁 氣得謝女直接衝回屋內拿打火機點火 造成李楠全身68%燒燙傷 謝女第一時間被警方 以殺人未遂罪嫌逮捕送辦 後京檢方聲壓獲准 但就在她被收押期間 李楠因為傷勢過重 強救5天後仍宣告不治 檢方在7日終結 爭結認定謝女的嫌疑重大 以殺人罪嫌將她起訴 以審後將由台中地院國民法官來審立